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松平常的一天 丽莎已经不记得重复了多少次了 可家人却浑然不觉 窗外大雾弥漫 电话下落损坏 无法出行也无法求援 对于这样的生活 丽莎早已厌烦透顶 明天本应该是自己的生日 但命运的捉弄却让时间永远定格在了前一天 就这样一直重复着 丽莎决心要改变现状 她无意中发现自家洗衣机后隐藏着一个暗门 夜半楼阁上也总会发出奇怪的声响 这晚 再也安纳不住的丽莎走上了阁楼 阁楼的地面上散落着两卷录像带 记录着丽莎一家乔迁日的影像 录像中 空无一人的房子里竟然出现了陌生男人的身影 觉察出一样的丽莎取出了通灵板 试探着问道 是你在召唤我吗 突然房屋开始震颤 通灵板指针指向了 是 丽莎抬起头一个陌生男人的身影映沉在电视屏幕上 受到惊吓的丽莎 仓皇逃离了阁楼 当晚事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父亲打拨常规 在饭后抽了烟 一家人也没有准时的守在电视旁收看节目 第二天 原本性格温和的父亲突然变得喜怒无常 此时 门铃响了 是社区派来查电话线路的 可是眼前的黑衣男 在丽莎眼中看来竟然是一架骷髅 黑衣男静止上了楼 心存疑虑的丽莎跟了上去 没有过多的周旋 黑衣男质问丽莎觉醒了多久 并威胁她不要妄想和活人联系 否则她的家人将会万劫不复 原来 丽莎一家早就死了 因为没有死亡的记忆 让一家人误以为自己还活着 只有丽莎是觉醒的 他们的灵魂被困在房中 又惊又怕的丽莎冲出了家门 可冲冲迷雾让她迷失了方向 怎么跑也跑不出去 丽莎绝望地回到了卧室 床上竟然躺着一个陌生女孩 还未等丽莎去唤醒她 女孩猛然睁开眼 一把抓住了丽莎 只说了一句 答案在地板下就消失了 丽莎也晕了过去 再醒来 重复的一天又开始了轮回 丽莎撬开了地板 找到了一本简报 简报上记录的是 1953年至1972年发生的 数十位年轻女孩失踪案 且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简报后藏有一把钥匙 丽莎用钥匙打开了洗衣机后的暗门 潮湿的地下室内阴森可步 水瓦里散落着很多女孩的手势 丽莎随手捡起了一块表 地下室深处就传来了异响 又是一道暗门 丽莎凑近查看 一个女孩的脸露了出来 嘶吼着 救救我 随即被大火吞没 此时的丽莎终于明白了一切 这栋房子就是杀人犯的老巢 也就是那个黑衣男的老巢 黑衣男生前四处把家女孩 带到地下室中焚烧至死 然后让冤魂自以为还活着 从而囚禁在房中无法离去 甚至在死后也控制着这些冤魂 丽莎刚离开地下室 就接到了黑衣男的警告电话 威胁他不要再打开那扇门 挂断电话 丽莎居然看到了弟弟的假想的朋友艾德 艾德望向他得意地说 你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听声音分明就是那个黑衣男 原来黑衣男就是艾德 接着一家人在丽莎的眼前 变成窟窿化为了灰烬 丽莎崩溃了 他请求黑衣男让家人回来 一切恢复如常 后怕的丽莎决定不再多管闲事 可刚回到房间 就撞见了之前那个留下讯息的女孩 两人触碰后 丽莎竟然附身在了女孩的身上 来到了她所处的时空 画面来到了2013年 女孩名叫威亚 威亚是个真实的活人 在她家中 丽莎看到了新闻中 报道自己一家四口 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新闻 原来是当初黑衣男附身在了丽莎父亲的身上 释放了毒气 导致丽莎全家死亡 丽莎走下楼梯 看到威亚的母亲坐着早饭 父亲在修车 妹妹在玩这游戏 一切都与自家如出一辙 这是因为此时的黑衣男 已经附身在了威亚的父亲的身上 想要顾忌重施 谋害威亚一家 等到丽莎的灵魂弹出威亚身体时 她回到了房间 对讲机响起 弟弟开心地告诉她 爱德带她去了秘密基地 担心弟弟的丽莎 急忙来到了地下室 可这根本就是黑衣男的陷阱 丽莎被锁在了暗门里 她在满尸头骨的地面上 捡到了一枚戒指 随后便在地下室上方的车库 遇见了新闻中 第一期绑架案的受害者 原来死者的遗物就是一种媒介 能够重建死去的灵魂 女孩并不知道自己已死的事实 她拼命地想要逃离这里 丽莎想要告诉女孩真相 却被黑衣男阻止了 丽莎知道 因为黑衣男使用了某种能力 让自己和这些被囚禁的鬼魂 不能离开这栋房子 想要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只有身处在2013年 活着的威亚一家 有机会逃出去 于是尝试再一次附身在威亚身上 警告她离开房子 可一切都太晚了 黑衣男发现丽莎的行动 丽莎想要找人求救 可是身为鬼魂的她 根本不可能离开这栋房子 丽莎再次被黑衣男潜送回了家 这一次她唤醒了全家人 所有的答案都已经清晰 我再给大家捋顺一下 丽莎一家入住前 这里是黑衣男的家 她绑架年轻女孩 在地下室中虐杀 然后让鬼魂误以为自己还没有死 囚禁在房中进行日复一日的轮回 后来在1983年 黑衣男病死 鬼魂仍然徘徊在房中 直到两年后 丽莎一家搬了进来 黑衣男又附身在丽莎父亲的身上 释放一氧化碳 毒杀了丽莎一家 丽莎一家又开始陷入轮回 然后回到了2013年 威亚一家搬进了这栋 传言闹鬼的房子 与此同时 父亲的性格大变 实则是黑衣男再次附身在了 威亚的父亲身上 威亚无以前发现了属于丽莎的项链 出于好奇 搜索了房子曾经的新闻报道 发现了一连串的杀人案件 也包括丽莎一家被毒杀的新闻 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是历史的重演 与此同时 他发现丽莎的项链是一种媒介 能够让他与丽莎的鬼魂交流 也正是因为这条项链 促使丽莎觉醒 这也是轮回后 第一次父亲在饭后抽烟 一家人打破原有生活轨迹的原因 他将搜集到的信息 藏在了地板下 希望丽莎能够帮助自己 丽莎一家人觉醒了 囚禁他们的幻境 开始坍塌 丽莎送走了家人 自己则选择留在房中拯救威亚 他走进了黑衣男的幻境 亲眼看见了儿时的黑衣男 杀害了他的父母 丽莎呼唤着威亚 再次附身在了他的身上 丽莎进入地下室 想要唤醒所有被黑衣男杀死的灵魂 可此时的黑衣男 已经附身在了威亚的父亲身上 他趁丽莎不备 迷晕了他 又将威亚一家人 全部塞进了车里 想要顾忌重施 释放毒气 杀死威亚一家 关键时刻 丽莎拔出了车钥匙 逃了出来 黑衣男凝笑着抓住了丽莎 此时死去的鬼魂都觉醒了 他们将黑衣男 求婚于迷雾之中 焚烧了他罪恶的灵魂 黑衣男消失了 威亚的父亲也恢复了神志 丽莎离开了威亚的肉身 睁开眼 对讲机再次讲起 丽莎以为这一次 又陷入了轮回 可是楼下等待她的 却是为她庆生的家人 恶魔的死亡和家人的觉醒 终于打破了轮回 丽莎也终于迎来了 自己16岁的生日 影片结束 我想丽莎一家人 已经上了天堂 他们也将重归自己的人生轨迹 迎接崭新的未来 本片于2013年上映 导演文森佐 纳塔利可了不得 她主导了一层原沙阵 人寿杂交 最近还有比较邪的 高草丛中 也出自她之手 她还参与指导了 西部世界 星际迷航 汉尼巴等 享誉世界的美剧 本片从冤魂的视角入手 拍摄手法严谨 每出细节都暗藏玄机 可以说是全程无尿点 影片色彩 采用明暗对比的手法 将鬼魂的时空 与现代分割开来 视觉效果极佳 影片还获得了 第17届 富双国际奇幻电影节 最佳影片提名 可以说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佳片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吧